歡迎收看我的頻道 大家好 我是伊紀伊瑞達 歡迎收看我的頻道 很久沒做過這些袋子的影片 這次為什麼沒有unboxing這個袋子呢? 因為我托人幫我買的 有一個不錯的節奏 所以就買了 我初初入店試的時候 我穿得很爛身爛細 其實是我每天的裝束 就是二手的over-size迷彩棍衣 然後一條爛油仔褲 然後裏面就隨便一件Hare T-shirt 然後呢 我把這個袋子試上身 嘩 又配得到 它本身也是一個很隨意的袋子 就絕對不是出席營會的袋子 但是 總之它是一個漂亮的牌子 但是在我最粗魯的時候都適合 所以我覺得呢 嗯 值得買了 還有就是呢 我今年打算買一個代賣東西的袋子 因為我買太多小袋子了 那我覺得不行了 我真的要一個大袋子 我本來是打算買一個這麼大小的袋子 誰不知呢 我又遇到他 第一眼我已經看得出他裝了很多東西了 所以今天就有這條 What's in my bag 的片 又打架了他們 認不認得我這個妝 這個妝是歐美妝的那條片 有興趣就去看一下 今天我們的主角就是這個 Celine Small Soft Cube Bag 這個名字很長 它的名字叫Small 但其實它沒有Medium和Large 它只有一個尺寸 它是一個皮的袋子 但是它的皮是做軟了的 牛皮是做軟了的 所以跟一般的牛皮袋的質感是不同的 它叫Cube Bag 因為它是一個Cube 它是一個正方體 我是很喜歡一些東西 正正方方的 你會發現我買的袋子都是差不多 這個袋子是有很多顏色的 它有些很漂亮的綠色 蜜瓜綠色 格仔 我買的啡色 有黑色 有紅色 其實全部都很吸引 全部都是很容易襯衣 不過我沒有這種 Torfei 咖啡色 Caramel 咖啡色 這些袋子 所以我很想要這個 先 先 很想要其他顏色 其實 紅色和黑色 我也很想要 沉醉了 哈哈 它有兩條手腕 這個細節我都覺得很漂亮 感覺很... 率性 是不是應該用這個字 很隨意 其實是故意的 另外就是這條袋子 我是很喜歡 那些袋子的帶子是短的 最好那些斜背袋 你給我什麼都想心口 我就最開心了 這裡是我的腰 斜背就來到我這裡 帶子是不能較長短的 但我覺得剛剛好 我的身高是大約165-166左右 所以如果你是比我矮的話 這個袋子會吊得長一點 我覺得對我來說是剛剛好 所以你還是要去購買 因為這條袋子是不能夠教的 我建議就是把你的東西 全部放進去一起試 有時候它很重 它最低一點也會 所以 先試真點才買 那究竟這個正方盒 可以用多少東西呢 我很貪心地 我最近是拿這個錢包的 不好意思 這個錢包 很變態 哇 其實放進去 它只不過是坐在底部 打橫 就是這樣 這個袋子還有很多位置 很好啊 然後我再來第二個貪心 拿一把傘 但這把傘是超小的 都是橫坐在底部 很好 平時我拿小袋子 一定要拆掉電話殼 因為這個電話殼也挺雅定 我用這個 是不是叫Ottobox OTTERBOX的電話殼 因為它很堅固 這條邊是一條很正的膠邊 相對地它都佔幾多位 如果放進袋子 但是我拿這個袋子 就完全不用拆套了 全部東西都是橫躺在底部 好像完全沒有放進去 好 第二部電話 粉盒 一個正常的粉盒尺寸 紙巾 卡片套 今天在塗上這支Jeffree Star的唇膏 這支用來清負能量的花絲 嘩 還有很多位置 我還可以放上相機 當然這裡有這麼多位置 還可以放什麼呢 我好像太貪心了 因為我覺得它可以 行不行 不行 只差一點 只差一點 我想告訴你 只差一點 只差一點 好了 我覺得無謂押爆它 雖然它放了很多東西 但我都無謂押爆它 如果出入冷氣地方 看電影 都可以代背肩 或者外套進去 我覺得都是完全有位置 現在都很重 但是完全不辛苦 這條背帶 因為它是一條柔軟的皮帶 不同其他袋子 很多時都很輕用一些銀鏈 那些鏈子會陷入你的身體 在這個位置 很痛 就算那個袋 例如我Bucci的貓貓袋 那個袋 本身它已經很重 所以就算我沒有什麼 帶背進去 這裡都會痛 我覺得我每天都可以背 這個袋 很開心 這個袋其實是去年年尾出的 我買之前 也有上網 找一些用家分享 review 在YouTube 不是太多條影片 在網上 也不是太多報道 證明它不是太熱 但是我覺得不要緊 它的樣子可能比較平實 沒有牽起一番熱潮 但是它其實是帥 親衣也好 而且它的實用度也好 因為裡面真的有很多東西 所以就算它不熱 對我買不買它的心 都是沒有影響的 因為我都不是追款的人 現在YouTube上面 又多了一條關於這個袋子的影片 終於到 希望我這條影片幫到一些 或者有一點想買這個袋子的人 拿多些資料 看它買不買好 我就是建議你買的 不過其他顏色都很漂亮 其實我都建議大家買 那個有蜜瓜綠色 真的很特別 希望你喜歡這次的分享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記得follow我的Instagram Facebook page 和Snapchat 全部都是EVITAWONG 我還有一個blog叫做EVITAWONG 我們星期二晚上會在這裡 有YouTube Live 我們下次見 拜拜